如果我表示乘坐什么什么一种交通工具 用by的话 后面什么修饰词都不能用 而如果你要想用修饰词 可不可以 可以 你要怎么办 你要换修 你要换借词 你就要把by换掉 好 那么这里面很明显 我们没有这么麻烦了 他就直接是by train 如果他说什么a train 我就会说什么a train on a train 或者in a train 对不对 那么然后他说 she said I'm coming to see you I'm coming to see you here 这里面我们用了一个 今天这个语法上 要求大家注意好的一个结构 I'm coming to see you 不是放我正在来看你 放我什么来看你 我将要来看你 那也就意味着 come这个词的现在进行时代 coming becoming 我们用come这个词的现在进行时代 表示将来是 表示一般将来 所以那么像这个句子 我们在哪有呢 这样我们就都借助于我们的语法了 你看 我们随时都为大家准备好了 语法精髓上面就有一句话 打开语法精髓的第三页的最后一行 所以我们说我们语法精髓 每堂个大家都要待 语法精髓的第三句的 第三页的最后一行 看到了没有 我们得一起来看一下 他说的是 这些动词 用于进行时代 表示即将开始的动作 一起看看哪些动词 一起来跟我看 一个叫go come live arrive land meet die start return join 等等等等 好 那在这里面我们对你概念就是 下面今天大家回家的 第一个人我们就出来了 这几个词你要给我记熟 哪些动词可以用进行时代 表示一般将来是 而且我们的前四个 前四个 是你死活都要记住的 你可以自己死 但你要把它记住 understand 明白吗 前四个 前四个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最集中的表现 所以我们有那几个词 go come arrive live 好 那所以我们常常以后会跟你说 I'm living 是否我正要离开 还是我正在离开 我将要离开 对不对 I'm arriving I am arriving 是我将要到了 还是我正在到 我马上到了 所以那么以后我们大家就会说 今天中午你回家吃饭的时候 你的妈妈护肠 你来说come on 说说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lunch is ready 你会怎么回答 I am coming I am coming 不放我正在来 你会放为什么 马上就来 马上就来 这是我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对不对 喊你做事 马上就来了 I'm coming I'm coming 好 这句话我们会说 I'm coming to see you 放为我 马上就会 就会去看你 but I'm still having breakfast 他说我人间在什么 我还在吃早饭呢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那他的姑姑就很奇怪了 你正在做什么 说I'm having breakfast I repeat it I'm having breakfast 我正在吃早饭呢 Dear me 这句话我们得来看一下 Dear me Dear me Dear me means what 天哪 Dear me means天哪 好 那然后我们大家刚才有同学又提了 说这个 这个好像以前我们没有听过Dear me啊 我们以前会听到什么呢 Yeah my god 那大家看来还是还是不对 因为我们英国人是不说My god的 只有美国人才会说天哪 说My god 而美国人又不发god 他发god 所以你要听到一个人说话 说天哪 他肯定不说My god 他肯定说My god My god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音当中 这个音 在音音当中他会读O 他会读O 然后在我们的美音当中他会读O 他的嘴巴不是读A 他还读O 但是他的嘴巴张到最大限度 所以你会听到hot dog 然后你在英国人会说hot dog 就那种热狗那种食物 英国人会说hot dog 美国人会说hot dog hot dog 好 所以我们会一起来看 如果哪个人跟你说oh my god 那个人肯定是从英国移民过去的 那么如果真正的本土美国人 他会说oh my god 他会说oh my god 好 那么我们说英国人他会怎么说呢 为什么英国人跟美国人有这个区分 原因就是因为英国人 他是一个比较比较保守的国家 他的这个发音最大程度 他都不会张得多大 而美国人恰恰是一个夸张的国家 他把所有的音全部放大了一倍 所以你会发现大嘴美女全出在美国 你们大家看过大嘴美女在英国吗 没有哎 对不对 所以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概念他很他很疏女 因为我们疏女 我们中国古代都会知道 古代女的是笑不露齿 对不对 他都会说dear me 你看他的嘴型就不大 dear me 或者他会说my dear 你别把my dear 然后当成当成什么 当成当成什么我亲爱的 不是这个概念 my dear means oh天哪 my dear my dear 好跟我一起说 英国人会说什么 dear me dear me 或者说my dear my dear 而美国人会说什么 my god my god ok good 好 那我们说tear me do you always get up so late 他说你总是这么迟吗 it's one o'clock 所以现在已经是几点了 it's one o'clock 好连读啊 it's one o'clock 好one 后面有个 one 有个 这个音 和后面的 a clock 有个这个音 对不对 把他们连在一块拼 就会变为 no one o'clock one o'clock it's one o'clock 好 现在已经是一点的 do always get up so late now let's look at the key structures 好 关键句型 关键句型当中 今天他要求我们去看什么呢 叫now open and always 表示现在和经常发生的动作 now 一说起now 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什么时代 我们的应该训练有素 一说起now 大家就会想到一般 就会想到现在进行试 一说起这个always和often 你就会想到什么 一般现在试 那所以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他的 就是复习了我们第一侧当中的 一般现在试和现在进行试 一般现在试强调说话的当时怎么样 正在发生 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的二侧还要记住了一句话 不光是说话的当时 我们可以表示现阶段 现阶段正在发生 什么概念 比方说现在我会问你 what are you doing 你会怎么说 we are learning book two 对不对 那你现在会说这种很符合 因为我们真的正在学第二侧 但是今天你回家吃饭的时候 突然接到你跟朋友打电话 你朋友会说 今天一上午你去干嘛去了 你这段时间在干嘛 怎么哪儿见不着面呢 你会说 I am learning book two 这句话也对 他不翻为我说话的当时正在做什么 因为你朋友问你 你这段时间做什么 并不问你现在做什么 对不对 他问你现这一段在做什么 他会问你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你会回答 I am learning book two 好 那这个表达方式 范围不叫现在 叫现什么 现阶段 现阶段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在以前我是在一座大学里面教书 我以后也许会 也许会开一家工厂 也许有可能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 但是现在我在心中方当老师 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就会别人 别人问你 诶 虚然你现在在干嘛呢 那我会怎么回答他 我就会说 I am working as a teacher I am working 我在工作 做为什么二工作 as a teacher 你别老师说 I am teaching 不用 I am working as a teacher 我作为一个老师正在工作 understand 你看那我是说的很好啊 很漂亮 比我I work as a teacher 如果我跟人家说 I work as a teacher 给我感觉 我就是暗无天日了 从前是老师 现在是老师 以后还会是老师 明白吗 一般现在式的概念是 从前是 现在是 过去还 哎呦 以后还是 那我这一辈子就要当老师当定了 好 那就会说 I do something 或者是he does something 所以你现在来看 我每天早晨都会在八点钟起床 我现在过去以后 都会用八点钟起床 我就会说 I get up 知道吗 I get up 好 那么今天我正常就是第二个 alven和always的概念 叫做一般现在式 一般现在式 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 是一种习惯 是一种真理 是一种过去 现在 未来都会发生的事情 才会用什么时代 一般现在式 那这样反而就打破了我们以前心中的一个平衡 我们以前大家在座的很多的学生可能都会喜欢用一般现在式 因为一说一般现在式 比方说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一件事情 你立刻就觉得一般现在是最实用 至少一般现在是最不实用的一种事态 因为一般现在是我一旦说出来就表示的这是一种什么习惯 而我们现在很少也在说一种习惯 对不对 我们习惯上都会说一种什么 要不然就是过去发生 要不然就正在发生 要不然就将要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用一般现在式来表达 所以那么一般情况下 那我有的同学会说的是 你看我在学英语 我怎么说 那我就会说I am learning 对不对 那有的人会说 我在我在上个月之前我都在学一侧 那你就会怎么说 你也不会说I learned book one 你会说I learned book one 对不对 那你会用过去是吗 你说那不会 那明年我要学三次 那怎么办 那你也会说I will learn 对不对 所以你肯定不会用一般现在式 一般现在式只会用哪个 比方说我喜欢喝水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喝水 我都喜欢喝水 那我就会说I like water 干嘛非要说I like drinking water I like water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概念 understand 明白没有 好 那然后他会说now往往是现在进行式的标志 是不是now可以范围现在可以范围现阶段 而offen和always你看 offen经常always总是 不是一种习惯吗 然后他底下的今天问题是今天 如果只是这个那就没话可说了 可惜他的问题就出在了请看其他密据上面 什么他忍在睡觉 你看到什么叫他忍在睡觉 以前可能你不会想到时代 现在我们要求他呀 一色的时候是学实态怎么构成 二色学到底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实态 你就进入到实态里面去 什么叫他忍在睡觉 一说起他忍在睡觉 你立刻形成一个什么概念 他现在还在睡觉 对不对 那么只要跟现阶段有关系 他还在做 那就叫he is sleeping 只不过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he is sleeping当中多了一个什么词 still still still这个词叫我们把它称为什么词呢 就是今天有sometimes 今天有offen always 什么总是啊 有时啊 常常啊 忍然啊 这些词我们称它为频率复词 而频率复词往往放在句子的什么地方呢 频率复词 往往放在句子的中间 放在句子的什么中间 实意动词之前 非实意动词之后 他会频率复词 喜欢放在非实意动词的后面 喜欢放在什么之前 实意动词的前面 实意动词之前 非实意动词之后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非实意动词是什么词 今天书上的实意动词是sleep 非实意动词是什么 ease 所以他放在了ease跟sleep是什么之间了吧 首先的he is still sleeping understand 明白了吗 好那现在问题是 大家的矛盾 我知道集中在马来了 大家的矛盾 现在已经不是集中在这个词放哪了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放在非实意动词之后 实意动词之前 现在大家的矛盾 是集中在什么是实意动词 什么是非实意动词 不就是这个矛盾吗 那什么是实意动词 什么是非实意动词 那么我们也同样去解释了 所谓的非实意动词呢 就不是实意动词的词 那什么叫实意动词呢 就不是非实意动词的词 那说来说就等于什么是学院呢 学院就是relief relief就是学院 那也等于没解释 那怎么解释呢 好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要对于实意动词 我没有办法给它归类太多 我可以把非实意动词归类吗 非实意动词当中有几种 第一种 细动词是b 第二种 主动词 什么叫主动词 我现在倒想问一下 大家张口闭口就是主动词 什么叫主动词 你看我就知道 大家 does do did 你是列举不完的 主动词你要记住这个概念 所谓的主动词就是 帮助动词构成实态的 那个词 帮助动词构成实态的 那个词他就叫主动词 帮助动词构成一般现在式的 do does 帮助动词构成过去式的 dead 对不对 帮助动词构成将来式的 will show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有帮助动词构成 我们的完成式的 哪个词 have had has 这些词都叫主动词 明白吗 并不是你所讲的 do does就叫主动词 不光是那些词 只要他能帮助动词构成什么 实态 第三个 还有什么动词 形态动词 那形态动词不用我说了吧 我们在 转过去会说必须什么 must 可能 can 可 还有一种可能 may 对不对 所以呢这样的词他就叫形态动词 除此之外都叫什么动词 实意动词 好了 那我们的实意动词和非实意动词都出来了 什么叫实意动词 什么叫非实意动词 今天大家自己回家可以去看了 那么今天我们有书上的有练习 大家也可以自己看 然后我们来看 难点 special typical 难点我们已经刚才说过了 说在英文当中常用what in the感叹句表示 惊奇愤怒 赞赏喜悦 然后在感叹句当中的正常语序 逐一句才就是正常语序 然后我们来 刚才还记得这个几个句序吗 刚才的句序你就写到这来就行了 什么what 加a 加形容词 加名词 加主语 加谓语 就在这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形容最难的一个题目 第三题 第三题 叫he is causing a lot of trouble 现在我想让大家把我变成 什么句 感叹句 对不对 首先我们会说感叹只会对什么 what会对什么感叹 what只会对名词感叹 所以今天的名词是什么 trouble 主语呢 he 动词呢 动词是意思还是意思 causing 意思 causing 它是一个动词的正在进行事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就会知道了 我就会说what 还要不要 不要 因为后面trouble 这个词前面有了一个 这个词叫a lot of 形容词就叫什么 a lot of 所以我就会说 what a lot of trouble 然后加主语 he 加谓语 is causing 整个一句话叫 what a lot of trouble he is causing 但是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可以省略主位 直接说是什么 what a lot of trouble what a lot of trouble 就够了 如果我们胆再大一点 你会怎么说 what trouble 然后你看 what trouble 这句话的语义就不清了 what trouble 因为what trouble 我可以理解为 多少的麻烦呢 或者是 有多么大的麻烦呢 和多么小的麻烦 都有可能 对不对 但是我 what trouble 跟what a lot of trouble 的区别就在这 如果有上下文 你知道是指 哎呦 我今天带来了50个麻烦 那你可能会说 what trouble 可会说的是 what a lot of trouble 所以我们曾经跟你说过 可以省形容词 但是这个形容词一定要有什么文 上下文才能少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书上面的这个 我们带大家做了最难的一个第三题 剩下的几个题目 大家应该自己都会做了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剩下的九题交给你了 那么今天大家回家 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刚才要求啊 看一下 今天回家要求做什么 第一个我们语法经罪上面 第一章就是动词时代 动词时代当中 我们今天要求大家回家 看哪两个动词时代 一般现在是 还有现在进行时 对不对 第二个我们书上面 有什么要求大家看 书上面有第一课 第二课的exercises 练习 练习你要先看 先看 看完了之后要做 做完了之后要干嘛 要根据你那个语法上面的答案 要对出来 下单课我会告诉你 比方说我在第一个 我会告诉你第三题我要讲 第几题我要讲 第几题我要讲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把 那个几个最难的几个题目 看一下 and then that's all 我们就够了 我们这个部分才算真正结束 understand ok so and today you must review something 今天大家要回家 要去做好复习了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